嗨 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南乳金箔 嗯 那在还没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将锅里头的水呢给出滚 好 接着下来呢 同样呢 要跟大家介绍这些材料的 首先我们有的材料是 南乳 胡萝卜 木耳 面金箔 跟甜豆 那调味料呢 就有这个酱油和糖 嗯 首先也是同样的 要教大家怎么处理呢 这些材料的 甜豆呢 我们将这个尾呢 给剪掉 然后呢 反过来呢 就将这个背部呢 去掉 叫老金 嗯 下面呢 这一边呢 就不好了 因为大火呢 我们煮的时候呢 它会包开 就不好看了 嗯 红萝卜首先呢 我们呢 就是买了回来 去皮 嗯 去了皮之后呢 将头跟尾呢 切掉 然后洗干净 就要切花了 看到吗 这个花已经切了 斜斜地切 切切切切 切了之后呢 接着下来 要做的步骤就是 切一片一片 不要太大片 这样子切 好像梅花的形状 对 看看这个木耳 这个木耳呢 我们呢 买了回来之后呢 就要浸暖 浸暖了之后洗干净 然后呢 把它撕一片一片 现在呢 然后呢 我就要把这个面筋箔呢 放到这个 沸水里头 嗯 去烫一下 烫一下 烫一下 哇 它好像一粒糙哦 对啊 浮在那个水上面 看 这个面筋箔呢 经过这个沸水这样子一烫呢 就可以把它里头 多余的这个油脂啊 给逼出来 嗯 好 现在呢 就可以把这个面筋箔呢 全部都捞上来 放在这里 沥干 对 一汤匙的油 好 然后呢 这样呢 这块南乳 放进去 然后呢 要爆浆它 好 接下来呢 要放的就是这个木耳 倒进去 好 炒一炒 面筋箔 这样呢 面筋箔 面筋箔也放下去 好 现在呢 就要放调味料了 来 一汤匙的这个糖 还有 一汤匙的酱油 再加入少许的水 对 然后呢 把它煮滚 嗯 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加盖 加盖 然后呢 转小火 要焖煮十分钟 十分钟 来 来 哇 将这个甜豆呢 倒下去 好 转大火 还有这个 然后将胡萝卜 花 变成花 一起半炒 对 半炒 大概炒一个一分钟左右呢 就可以上叠了 好 现在呢 已经可以上叠了 来 好了 好了 这道呢 就叫做 南乳金箔 一起来看看这道菜的食谱吧 嗯